各位朋友大家好 关于《思君案》这部戏呢 以前我们讲过 这是根据当时真实的历史事件改编的 至少马伯雍先生是这样说的 他说他这并不是一部小说 而是一部历史的纪实 不过也许小说是这样的 但是改编成电视剧本以后 我感觉呢 情节上的变化还是比较大的 特别是剧中的一些主要人物 和历史上的原型还是有不小的差距 今天呢 我们就来还原一下历史上的《思君案》 和其中主要人物的最终命运 考虑到这部剧呢 可能这两天就要播完了 所以呢 我现在在谈他们最后的命运如何 倒也不会造成剧透 而且啊 我觉得从目前来看的话 也许剧中的这些人物的最终命运 和历史上的会不一样 当然了 和以往一样 我们聊剧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单纯的聊剧中的情节 剧中的人物 而是为了了解剧背后的历史背景 和形成剧中事件和人物的历史原因 所以我们会透过这起案件 看看当时的明朝是一个怎样的情形 这样的明朝你会爱吗 明史上对《思君案》的记载非常的少 它毕竟只是一个地方性的一个事件 并没有造成全国性的影响 记载《思君案》的史料 大多是出自社县或周围其他几个县的县制 而最完整的资料则是出于一本书 这本书在剧中非常的神秘 是帅家末的父亲写的 最终才公布于世 这本书在历史上确实存在 但书的作者并不是帅家末的父亲 而是剧中的另外一个人物 就是那位有名的宋师 程仁清 在历史上他的名字叫程任清 和剧中不一样的是 程任清从来没有站在薛家末的这一边 他一直是站在与社县对立的 那其他几个县的一方 在这起事件最终平息以后 程任清与帅家末和其他的几位当事人 都受到了惩罚 但其中受到惩罚最重的 就是这个程任清 他的罪名甚至超过了整个事件的发起者 帅家末 官府对他的判词里是这样说的 以欺众网利之徒 转为犯上作乱之见 见其张局 昭浩者数过万余 复利辱官 陆良者 壮飞溢出 造飞言于达禄 则将这明广 亦各惊心 这些罪状啊 每一条都是非同小可 翻译成我们现在的话就是造谣山洞 甚至是策划组织反官府的行为 这些行为加起来离毛反 也不过就是一线之差了 所以程任清被判的罪是斩监后 而这起案件的发起者帅家末呢 官府对他的判词则是这样的 将不甘己事情 捏造写词 声言奏告 恐吓得财 济赃满贯 以沉奏而敛财 前面的罪状还好说 说他声言奏告啊 捏造事实 官府呢 肯定会最后这么判的 但最后怎么还说 他敛财 涉及到了一个经济问题 官府这么说呢 是因为薛家末曾经跟设县的 世线百姓们说过 说我上京告状 能够为你们拿回以前多交的税款 所以呢 进京的盘缠路费 大家要帮我出一下 所以设县的世线百姓 也急了一下资 凑了一笔钱给薛家末 让他进京上访告状 据说薛家末曾经动用了这笔钱中的四十两白银 为自己置办了一套官带 这到底是官方的故意抹黑 还是薛家末在上访过程中确实需要这样一套装束 这个呢就很难说了 不过呢 我更相信这是官方的欲加之罪 何患无辞 不过不管怎么说 从这些罪行 大家也可以看出来 官府给订的罪并不是特别大 所以最终官府给帅家末判的罪 就是帐一百 然后发西北冲军戍边 到了西北以后 帅家末又会怎样 他最终又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呢 这些呢 在历史上都已经没有了任何痕迹 但设县的人们并没有忘记他 在设县的县制中写下了这样一句 以匹夫而衬万圣之揽 以一朝而翻百年之案 随遭折树 而设人示弱壮夫挟士 而成仁卿以后的际遇 则更加具有传奇色彩 他被判斩监后就是现在的死缓 但不知怎么的 这一缓就缓了二十多年 如果再缓一缓的话 成仁卿直接就寿终正寝了 在历史上 成仁卿并不是一个宋师 他是物元县的一名生员 物元县呢 也是辉州的六县之一 就是剧中与仁华县对立的 其他诸县之一 如果说薛家末的特长在于数学的话 那么成仁卿的特长就在于法律 他对法律条文非常的熟悉 所以呢 他在狱中就为自己写了诉状 反复上诉申辩 他写的诉状让明朝的那些官员们看了是叹为官职 除此以外 他还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他收集了大量关于这次私捐案的第一手资料 写成了一部书叫《私捐全书》 在这部书里头他并没有为自己辩白什么 他只是将他能够掌握的所有资料汇集在了一起 其中一些资料还有骂他的 但他也不在乎 把他全部收集在了一本书中 这样就为后人重新审视私捐案提供一个最完备的资料 20年以后在他的好友兼同乡于茂学的帮助下 他的简占后的罪名被撤销改判为冲军发配 他的故事还没有完 他出军戍边以后 在那里凭借自己出众的才华 很快就锋芒避现 在与外敌的战斗中是屡立其功 很快就被封为总把头 再后来他依锦还乡 受到了他的家乡 五元县人民的爱戴 并将他列入了五元县制中的义势一栏 咱们再来说说这起私捐案的起因 历史上的真实情性 与剧中呈现的也是有所不同 先来说说这起案件的所谓肇事者帅家摩 据涉献的县制记载 帅家摩此人少于心计 细入豪芒精通巧利 但实际上历史上的他所谓的少有心计 很可能只是他的一个性格上面的原因 绝对不是他的智商或者是情商有什么问题 这个呢一会我们再具体的来说 在历史上帅家摩之所以要进入价格库查看这些数据 是因为他想报考这个县的立员 在明朝时期啊如果一个人想要去政府机关做事 一般的是通过几个途径 如果你想做官的话那自然更多的是要通过科举 中了进士或者是中了举人以后有可能就会受予官职 再一个呢就是通过蒙蔽你有一个好爸爸将来也有可能做官 如果做官不成比如说科举考试落榜的那些人 他们呢也可以考取立员各级官府中都需要一些具体做事的人员 这些人呢就被称为立立通常指的是那些能写会算的人 而那些牙役捕快欲卒这些人呢也有一个名称叫虚 虚立就是在各级政府中负责具体干实事的那些人 这些人一直被做官的人看不起本来嘛就是文人相倾 做官的人大部分都是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是考场上的得胜者 对那些失败者本来就不放在眼里 比如说在宋朝官的地位很高而立的地位就非常的低 这种情况到了元朝就有了改变 元朝的蒙古人看不起读书人认为实如酒盖而且金蚁如王 这样那些读书人中的翘楚能够考上进士的人 反而被元朝的蒙古人看不起 而那些注重实际从事具体工作的吏反而被元朝人看重 所以啊元朝基本上汉人四贫以下的官员都是从吏员出身的 普通家庭也不再鼓励孩子们去读圣贤书去考进士 而是很小的时候就将他们送到各级的官府去历练 从一个小吏做起作为他们将来的晋身之阶 而到了明朝以后这种情况又发生了变化 大家知道朱元璋是出身于社会的最底层 这个阶层的人受吏的剥削是最严酷的 所以朱元璋从小对吏就是深恶痛绝 他认为元以吏王 在他的心目中吏是有原罪的 所以啊在他执政以后吏的地位是逐渐的下降 但是朱元璋也给吏提供了一个上身之阶 就是说如果是能吏的话 还是有可能通过考试进入官员的行列 在明朝初年的时候 确实有一些能吏通过这个途径 最终成为了一名官员 但是即便是通过这个途径 出身于吏的官员最多也只能做到七品 前提还是他要出自于一品的官僚机构 所以说正七品就是立元的天花板了 即使是这样到了明朝的中后期 立连个七品也捞不到了 因为到了那时候通过科举的读书人是越来越多 这些人还没有足够的职位来安排他们呢 就更别说那些立了 所以呢作为立元政治上的前途已经是非常的渺茫了 那么其他方面呢 很多的立元是俸禄微薄 甚至是没有俸禄的 有些人甚至是自己花钱捐一个立元 那么没有俸禄 他们靠什么活着呢 他们自然有自己的生存之法 就是盘剥更底层的百姓 老百姓到衙门里办事 自然也就多了很多的偿利钱 这其中的大部分都是给了那些立元 这样的话立的社会形象也就变得越来越差 到了清朝的时候 立的地位越发的卑贱 在清朝有规定凡是出自于立元的家庭 是不可以参加科举的 不仅如此 明清的统治者还刻意的利用立的社会形象和社会地位 因为立呢是处在官府与百姓之间矛盾的最前列 他们直接承受百姓的愤怒 所以最高的统治者就运用了一种叫以剑压梁的统治术 简单的说就是刻意的把立的地位压低 他们是贱而百姓是梁 这样那些被建立欺负的老百姓就会产生一种心理平衡 认为自己至少是道义上的胜利者 就像阿Q正传中阿Q所说的老子是被孙子欺负了 这种精神胜利法 这种被刻意制造出来的心理平衡 也就能够有效的模糊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矛盾的焦点 最大程度的减弱被压迫的老百姓反抗的冲动 这样的育民之术我们现在看起来是不是也是似曾相识啊 明朝时期的立元考试也分很多科 比如说有承拆 知印 还有书术 帅加模要考的无疑就是书术这类的立元 可能是在朋友的帮助下 帅加模进入了价格库 然后就一头扎入了那些枯燥的数字之中 他是想通过熟悉这些实际的数字 以及各个不同的科目 来为自己将来的工作做一次港前培训 然后他就发现了问题 他首先发现了有一个叫下粮生辞的条目 这个条目记录的是在治政年间 奢限了有一年因为天灾减产 所以应交的税粮就没有交足 治政这个年号是元顺帝的第三个年号 也是他的最后一个年号 也就是说这笔欠税是发生在元朝统治期间 但不管你是什么时候欠的 现在的天下是老朱家的 所以老朱家还是要收这笔元朝的欠税 于是就有了下粮生丝这个科目 就是在涉献的每目田地中 加收几钱银子 算是对以往欠税的弥补 当时的欠税总共是九千七百多蛋粮食 折合成银两是两千九百一十两 几乎在同时 帅加模也发现了人丁私捐税这个条目 在这个条目下涉献应交的税款是六千一百四十六两 这个数字与下粮生丝税的两千九百一十两完全是不相符 所以到目前为止 帅加模并没有发现两者之间有什么联系 但猛然间帅加模想到了一个问题 如果涉献当年是因为天灾减产的话 那么同在辉州府的其他五线地理环境气候都是差不多 那么他们会不会也减产 他们是不是也需要补交税款 也需要补交一个下粮生丝呢 因为帅加模当时查看的是辉州府的价格库 所以他很方便能够查到其他省的应税条目 结果就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 他发现辉州府的其他五线也同时存在着那一年粮食欠收的情况 他们应该补交的税款相当于一万多单粮食 折合成银两的话是三千二百三十四两 对数字异常敏感的帅加模马上就做了一个简单的加法 两千九百一十加上三千二百三十四 等于六千一百四十四两白银 与涉献所交的六千二百四十六两白银的人丁私捐税只差二两 与此同时帅加模并没有在其他五线的账目中 发现有人丁私捐或者是下粮生丝的科目 那么由此推理 本来应该由辉州府六线共同承担的总共六千一百四十四两的应交税款 结果是由涉献单独承担了 而且还加了二两的tips 再经过进一步的查阅资料 帅加模又发现早在嘉靖十四年 涉献人程鹏和王相就向周府反映了人丁私捐税是由涉献独立承担这样的一件不公的事情 但没多久程鹏王相都神秘的失踪下落不明 这件事情也就是不了了之 虽然可能有很大的风险 但最终帅加模还是决定要向上面反映 为此帅加模是精心准备了一份成文 这份成文可以说准备的是有情有义 有礼有节 从这点上就能看出帅加模此人并不是一个算呆子 而且他的情商也很高 在成文中多次提到了君平二字 说天下之道贵乎君平 而君平这两个字正是当年在江南推行一条边法的时候经常提到的字眼 所以帅加模的成文暗合了中央的政策精神 在这份成文中帅加模也做了一点小小的手脚 他提到那六千多两的倩吟应该由晖州六县平均分担 这一点是有辅制可证的 但实际上并没有辅制可以证明 这笔私监税要由六县共同承担 这一点也成了后来其他五县攻击他的目标之一 帅加模将这份提文提交给了当时的应天巡抚和应天巡案 巡抚在明朝相当于省一级的最高行政长官 主管的是军事和民政 而巡案更侧重于全省的司法方面的工作 当时的应天巡抚鼎鼎大名就是海瑞 海瑞收到成文以后觉得此事确实可疑 所以就着令辉州府进行调查 辉州之府又让下属六县的县令进行答辩 但还没等这过程走完 15天以后海瑞就被调离了这个岗位 而新的巡抚上任并没有将这件事情继续的开展下去 辉州的知谱也没有收到下面朱县的回应 这件事情就这样又被拖了下来 到了龙青四年并没有轻易放弃的帅加莫 又跑到了南京进行上访 将他的成文以及收集到的一些证据 提交给了南京督察院 南京督察院非常重视这件事情 则成辉州府进一步调查 而等帅加莫从南京回家乡的途中 险些遇害 帅加莫也因此逃回了自己的老家湖北江夏 在此后的几年内 这件事情就又被压了下来 龙青六年 龙庆皇帝驾崩万历皇帝继位 当时的万历皇帝只有十岁 实际掌握权力的是首府张居正 到了万历三年 当时担任户部尚书的涉县人殷正茂 提出重审人丁思娟案 并且责承辉州府继续调查 帅加莫此时也再次出现 又写了一份成文 解释了人丁思娟案的前因后果 以及他为什么离开辉州的原因 是因为有人要加害于他 自承担人丁思捐税 很可能是因为其他诸县并不产生思 双方是各执一词争论不休 后来又加上黄册子数据丢失 这件事情更是成了一件说不清道不明的事情 而且帅加莫的观点也确实并非是无懈可击 但到了万历四年 户部还是做出了一个决定 就是让涉县继续单独承担人丁思捐税 但是从涉县其他的几个税项中减去三千多两白银 这三千多两白银改由其他五县来承担 此举激起了其他五县的不满 五县人觉得他们明明已经提交了有利的证据 结果还是要让他们承担税因 因此辉州其余五县开始搭乱 也就在这时候 五县之一的无缘县的声援成仁卿出现了 他成立了一个议事局 几乎接管了县衙 然后其他的几县也是积极响应 对涉县形成了包围之势 涉县的人也不甘示弱 对外声称其余五县意图造反 这件事情就这样越闹越大 一直闹到了首府张居正和皇帝的面前 当时主政的还是张居正 张居正命令彻查此事 而且呢 因为当时谣言说涉县人已经造反 所以命令军队介入 看到军队介入 其余的五县也觉得事态难以控制 所以就主动放低姿态 说他们并不反皇帝 反的只是奸臣 反的是那个户部尚书音正茂 而帅家莫恰好在此时 为自己花了四十两银子 买了一套灌带 并未到以此为借口 也是为了平息重怒 就抓捕了帅家莫和成人青 在这种情况下 引起重怒的人丁思坚税 也必定要做出调整 在之后又相继出台了几套方案 但每个方案 因为都要求其他五县负担一部分的税银 都遭到了五县的强烈反对 最终到了万历七年 户部提出的 由涉县独立承担全部的人丁思捐税六千多两 而原本由涉县负担的2530两的军平费 改由辉州府的其他两个衙门负责承担 并不是由其余的五县来负担 这下这个方案才最终确定了下来 那么是不是说涉县和其余的五县 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成了最大的受益者呢 其余的五县应该是 但涉县并不是 实际上当辉州府的两个承担军平银的衙门 最终无法承担这笔开支的时候 这笔钱最终还是落到了涉县的头上 虽然不叫人丁思捐税 但这笔金额还是加在了传税和其他几个税种的上面 说到底还是涉县人的负担 据史料记载 这个税涉县人一直交到了太平天国时期 思捐案就这样结束了 帅家摩以及成仁卿这样的不知深浅 没有摆正自己位置的生斗小民 也得到了在明朝这种制度下 他们所应该得到的惩罚 思捐案的最终解决 也为后世的人们再一次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 就是解决问题有时候可以非常的简单 你只需要解决掉提出问题的人 居于庙堂之上的张居正时刻关注着思捐案的进展 按理来说 一个几千两税银的案子 不足以引起首府大人的如此关注 但张居正的心中却下着另外一盘棋 在他的潜意识中 甚至是希望这个思捐案能够闹得越大越好 因为闹得越大 那么对他下一步将要进行的财税改革 将提供一个更好的舆论准备 在他心中酝酿已久的财税改革方案 就是后世文明的一条边法 一条边法并不是张居正首创 那是在明朝家境年间由赐府贵厄首先提出的 也曾经在几个地方进行过试点 但因为受到了既得利益者的重重阻挠 最后这个方案并没有在全国铺开 而恰好此时轰动朝野的思捐案 暴露出了明朝税制方面的诸多问题 所以此时从官府到民间都有理由 期待一个新的财税制度 于是在思捐案尘埃方方落定之时 一条边法就在全国普及开来 一条边法其实说起来非常简单 就是将以往的各种科捐杂税摇曳 全部折算成白银核算到每亩的土地上 这样就可以避免官吏们在征收这些赋税的时候 对民间的苛扣盘剥 又可以从那些拥有大片土地的地主豪身身上 征收到更多的税 当然一条边法的前提就是要重新丈量土地 这正是那些地主豪身们不希望看到的 但现在在张居正的强力推动之下 已经是势在必行 一条边法的实施为已经衰弱的大明王朝 打了一针强心剂 随着财政收入的增加 政治经济的矛盾都有所缓和 实行一条边法的时候是在公元1581年 清兵入关是在公元1644年 如果没有一条边法的话 有些专家认为可能明朝根本就到不了1644年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一条边法实际上是生生的为明王朝 续了六七十年的国作 但大厦将清独目难知 系统性的问题必须通过系统性的解决 个别人的灵光一闪 并不能够阻碍大局的发展 此时的明王朝就像一个得了动物外硬化的病人 他的血管已经变得狭窄无比 各处供往心脏的血液都淤积在了中途 而张居正的改革就好像是为这个病人架设了很多条的心脏支架 但不管你架设了多少条支架 他都无法改变明王朝暴饮暴食的习惯 也不能逆转系统性坍塌的结局 就这样明王朝这艘已经行驶了两百七十七年的千疮百孔并入膏肓的破船 终于不出意外的驶向了落日的余晖之中 关于明朝呢还有很多有趣的话题 感觉上是言由未尽 不过呢没关系 咱们可以一起期待下一集 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收看 欢迎大家点赞订阅 这里是风夏杂谈 Frank家为您带来有温度的历史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